欢迎回到观点下新闻 瑞芳区光复里的居民因为长者居多 无障碍设施相当的欠缺 导致老人家出入不方便 轮椅族还必须依赖人力来背 上下楼梯真的很不方便 而地方盼了好久的电梯却始终没有下文 道地的里长就希望有关单位能够赶快的来施责 光复里里长周金益拍下李明为了自己生病 并且行动不便的家人 以人力背的方式将家人从猫村里背到车站门口 等旧衣完再背回来 这是光复里居民的无奈与悲哀 盼好几年的电梯始终还没来 世界六大赏猫经典之一 现在游客也非常多 这里的居民 居住在这里的居民都已经七八十岁的老人家比较多了 占多数 所以说从三菱到第八菱 几乎都是这样子 所以说现在唯一的通道只有这个猫桥 这个这条道路而已 这个道路都是阶梯式 老人家行走很不方便 当地医长表示 光复里的居民进出都得走猫桥来往 只是当时猫桥并没有设计无障碍设施 让以银法族居多的光复里长者进出都得爬楼梯 上上下下的很不便 二来无障碍设施的缺乏也让许多轮椅族的游客 想到猫村看猫却不得骑门而入 所以说我建议我们铁路级跟配合市政府中央 赶快做个电梧梯 电梯上去 让这些老人家行走比较方便 然后又是世界级的观光景点之一 残障人士很多都不方便上去 你上面有一些要修房子的 送瓦斯的日长生活用品都没办法通过 所以说希望政府要加快脚步 赶快把这电梯梯 电梯配合 赶快把它做完成 喉桐火车站站体老旧 台铁现在有意要来增加无障碍设施 在各月台设计电梯提供民众使用 不过地方希望电梯能够向猫村延伸 并搭配空桥直接连接到光复里 不只让搭车的人可以使用电梯 当地居民也能使用电梯上下楼 一次解决多项问题 这成为瑞芳采访报道